从前有个良心商铺,生意一直都挺不错 不巧,经营店铺的老张得了一场大病 眼睛意外失明,只能把店铺交给儿子小张打理 小张不懂得经营,又贪财 一下就亏了几千两银子,眼看就要关门大吉了 有一天,一个老头拿着个破桃罐来到了商铺 小张看了,嫌弃地说道 拿走拿走,什么东西也能安卖 老头说 你不相信这是古董吗,这可是我家祖传的 然后老头又跟小张说了一番 原来老头有病在身,需要钱买药 他求小张收下这个破桃罐,说只要二十两银子就够了 一钱我太贪心,以至于老天爷惩罚我 反正店铺都要关门了,不如就给他二十两银子 于是就收下了这个破桃罐 十多天后,这个老头又来了 这次他带来的是个青花瓷瓶 小张看到后眼前一亮,赶紧问道 你想卖多少银子? 老头说 五百两 小张吃了一斤 只卖五百两,这样吧,我给你一千两 不用,五百两就够 小张高兴地收了瓷瓶,这个青花瓷瓶少说也值二千两银子 小张本来都准备把店铺卖了,没想到最后还赚了一把 第二天,收购良心商铺的刘老板到店里查账 当他看到青花瓷瓶的时候,大惊失色,连忙说 你这店铺我还是不要了,你怎么出尔反尔 刘老板指着青花瓷说 光这瓷瓶就是五千两银子,你还说经营不下去,我可要不起 说完就离开了,小张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个是五千两银子 因为有这个值钱的青花瓷在,良心商铺依然开着 而且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后来,小张把这个喜讯告诉了父亲 父亲说 老人拿来的破桃管明明不值钱 你见得可怜,还是给了二十两银子 证明你还有良心 所以后来人家就送你一个五千两的真瓷瓶了 爹,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就是那个老人 小张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老张继续说道 我知道店铺早晚都要交给你 所以就假装失明了 提前让你经营店铺 虽然你一开始贪财 但总算还是有点良心 只有良心才能赢得生意 我想教会你的就是这个道理